也不會說得很深入 我不會有任何的Coding給大家看 純粹是一個Soft 就是叫做變個不同的OS 有甚麼不同的感想 或者是怎樣做法 即是大致的 首先有沒有人知道這件事是什麼 有我的Face slide 好反過一講 In case 有人不知道 Ledger Guy是一個location-based service 幫你去找你出到街 有些會想找的東西 例如ATM 是否有一個去廁所那些東西 是 其實今天可以順手分享那邊的做法 因為Ledger Guy和Toyrush 其實是兩個完全不同的approach 即是在Defend方面 這個就幫你除了廁所之外 其他東西就是用去找的 就是這樣 現在做了的platform 有iPhone 有Android 有BAR 有Windows Mobile 應該我專門寫開兩行 因為Windows Mobile 和Windows Phone 7 基本上是兩個世界 其實我們第一個Version 是在iPhone那裡出的 說的是去年的8月 我沒有記錯應該是23日 出了之後 其實在iPhone上班 我們都首先refermed了一遍 大概去年年尾左右 主要是加了AR 還有因為有些major client 開始有些不同的要求 於是我們就做了refermed 於是日出的時候 其實就是iPhone和Windows Mobile 說的是Windows Mobile 6 其實就是參加一個比賽 其中一個獎項在那邊 之後其實我們提完那個調整 一段時間 直至去到4、5月左右 我們知道Samsung 接會有一個BARTER OS 它就6月出的 於是我也做了另外一個嘗試 就試一下不如Port Letcher Guide去BARTER 其實我們通常做事一批這樣做的 除了Aletcher Guide之外 其實ToyRush也通過了BARTER 於是在7月左右 因為其實有點延遲 7月就出了BARTER之後 其實去到9月 我們都launch了Android 所以Android來說 我們是新手來的 然後到剛剛今個月 其實我也是上個星期才做完 就是Windows Phone 7的Version 其實在不同的Plattform上 好像叫做有什麼分別呢 或者有什麼東西是可以share 有什麼東西是沒有辦法share的呢 以Lecture Guide為例 其實所有東西 基本上你在手機裡面握住的部分 是全部不可以share的 就是iPhone寫過 Android寫過 Windows Phone寫過 Windows Phone寫過 BARTER也寫過 這個就在Lecture Guide這個case是 因為我們是一個native的application 每一個plattform內的native的application 於是其實在感報用量plattform 我們基本上的UI都是寫過的 唯獨有一些東西是可以share的 例如整個data base 又或者是裡面的一些data feed 因為我們主要是透過XML 去做一個data feed的computation 於是其實我們都發覺很多不同的mobile platform 他們都很native的 support XML的computation channel 反而大家很喜歡用的Json 基本上是只有主流 最大的一兩件的OS 是winted be supported 除非你找到其他部分的library 他們自己做 於是如果大家打算 去做一些cross platform的mobile application XML會是一個很好的data communication的選擇 例如我們在講iPhone和Android上高 我們在外面是可以做到AR的 反而在其他手機就未必做到 為甚麼呢 取決的原因不是我們做不做到 而是那個hardware有沒有 舉個例子 GPS鎖得快不快 另一方面就是 那個電子指握不針的 因為其實如果你有玩過AR的apps的原理 不去負責是 我拿到我現在的location 我拿到我們叫做POI point of interest 的location 接著當我拿起這部機 小人網的時候 其實我一個人一邊永遠 你的手機就會在detect 究竟你正在向這個方向 從而去決定 在這個camera裡面的那些東西 甚麼時候需要進入的 其實整個原理就是這樣 所以當那些手機 譬如現階一段 Samsung Bada的手機 上高是沒有電子指握的 於是這件事可以不用想 又或者是Windows Phone 7 剛剛開啟了 WPI給我們的時候 沒有過 Canver streaming的 support 於是又未必可以做到 這個就取決於不同的 Mobile platform上高 有些先天限制 亦都有些後天 當然我們有多少時間去做這件事 於是每一個platform 都有些feature上的分別 我用了iPhone之後 那Android那些是怎樣呢 是否可以share 和有個base呢 通常會是 假設 如果你iPhone是做一個月的話 那Android應該是一樣的 Baddon應該是一樣的 Windows Phone也應該是一樣的 那一樣是 如果你iPhone要做一個月 Android你做把唐人的事 應該是做一個月的 那節省的地方是甚麼 就是當你第一次做iPhone的時候 你中間的backend Database Web services 那些全部都可以限制 但是有些個別的platform 是特別惡搞的 特別難寫的 那哪些我不特別說 但是 譬如說過月的firm time 可能會有變成一個月 變成兩個月 一個月 這樣也不奇怪 好了 那 至於你說 剛才我講過 因為我今天就拿 LedgerGuide as個例子 其實如果大家有用過 充斥ToyRush的話 你會發現 每一個platform 基本上都是這樣 為甚麼呢 因為ToyRush 是一個web app 基本上 即使用GPS的location 我們都是透過JavaScript 去問個電話拿的 所以 其實譬如說 幫我們 幫我們 今年六月的時候 要把整套 接我們自己 in-house做的app 破題包含的時候 基本上 LedgerGuide 我們用了差不多 一個月的時間 但是ToyRush 我是用了兩個小時 那兩個小時是甚麼呢 就是 就是 打好閘谷 射進去 然後 確認它 拿到location 不完 那 為甚麼會這樣呢 因為 基本上你可以想像 不知道web app的好處就是 基本上你能行得到HTML 或者HTML5的手機 你基本上都可以不用做的 那些特別的 除非你說 我的app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擺位 是有些特別的 那如果不是 基本上 這件事都是 即使是很快的 那 還有 譬如說 透過JavaScript 拿個jeolocation 這一部分 其實基本上是HTML5的 其中一個 的standard 是可以透過JavaScript做到的 但是 當然你說 有些東西 真的完全做不到 譬如說 iPhone的push notification 譬如你拿到camera 這些基本上 就不是一些 你能支援到的東西 因為 那句的JavaScript 其實你應該在電腦的 法國上 Chrome那些 你也可以走到 也可以拿到那個location 那 有好有不好的 那句的好處 其實就是 基本上 整個app的loading speed 會快 因為 如果你用webapp的話 基本上每一版 你就要擺過 除非你把所有的 這些資料 我們叫做 圖等等的東西 你擺在機上 但是 如果你做這件事的話 變成你就要在每一個機 有些地方 這些資料 但是 摸完這些東西 其實都只不過是一堆地址 我們叫做geocoding 就是 如何透過一個地址 把它變成一個 你可以透過一個定位 找到附近有些什麼 又或者你有地圖 有支針 又或者你AR 如何決定它入鏡呢 其實主要 透過我們一個 叫做geocoding Vshare這個東西 其實 不用自己找這麼辛苦 Google有 其實 Google本身已經有個 Google Maps 即 Google Maps 的geocoding API 已經可以 你把地址 放進去 它自動幫你 map 一個相對的 地址 出來 於是 我們就會 為什麼會叫做semi-auto 主要 coding 就是 你看到這裡有個 我們的M2s 這樣 其實我們會把地址 進去 然後按鈕 叫Google幫我們找 因為Google 其實香港的地址 其實就是Map King 所以都很精準 那 為什麼要叫semi-auto 因為 其實很多時候 你得到地址 它是找不到給你的 它就會幫你飛去 荃灣某座山的正中心 那裡 那 很多時候 什麼個案 我們會找得到地址呢 譬如說 什麼村 什麼樓 一定找到 或者 什麼尼敦道 多少號 這些一定找到 但是 什麼大廈 甚至乎你的地址後面 如果有幾個樓 幾個室 什麼商場 尤其是將軍澳那些 基本上是特別難找的 也都 九成的機會在 automate geocoding 那裡是做不到的 於是我們就 因為 app的準確性要高 所以我們都採用了 一個semi-auto的方法 就是 我們用人 將地址 變成一個我們覺得 Google可以讀得到的方法 批斷 所謂的 元朗大碼路 是永遠都找不到的 你需要將它變成 青山公路 元朗段 的號 這些就是 我們活生生的位置 那 反過來 在toyrush 我們採取的 就是 user journey content 那個做法 於是每一個 user 他報個 十一間給我們的時候 就是用 他現在 我們 assume 其實我們 assume 他站在廁所門口的 所以 就會直接用他的 location 於是你會發覺 其實他不需要很多 地址的詳細 描述每一次就是 插之針 這個也是 在我們 app的設計 過程之中 並沒有採取的 方法 其實 大致是這樣 那 反而 有沒有什麼想知 想問的 可以問我 你那個google maps 的API 會不會 有限制 說每天 可以拿多少 一個地址 其實 跟google map 那個限制 是一樣的 即是你先到明 每天是有一個 對 那你怎樣去採取這些 但其實 我們不需要 不停地做 就是因為 譬如我收到一個地址 的時候 其實我做了錢 跟著就 安裝在我們的地址 所以 基本上 即那個量不會爆 從來都沒有爆 是 說著 説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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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説著 我 説一説 iPhone 7 更快的,只要三天 但是你叫我寫iPhone,我可能跟你沒有一個月 沒有說哪個特別難寫 但是反過來應該說,哪個容易 master 或者哪個容易由零至到做到 因為不是說這麼多的 platform 其實剛才說得出這麼多 platform 有哪個 platform 除了 C Sharp 以外是我本身認識的 不會的,全部都是無緣無故 Badda, Amigo 全部都是要看 Virtual 而突然一聲彈出來的 那哪個有的,你還是要由頭學的 唱歌,唱歌 如果沒有,就多謝了